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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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算是個乖小孩 一路就是順順地考上了大學 因為是獨子的關係 我工作了兩年 回來接我爸爸的飼料店的工作 心理上很不平衡 讀了這麼多書 回來飼料店搬飼料 有點當初工 那一些書籍 比較有哲理的文章 就稍稍能夠平復下來 接受我這樣的一個角色 人文善美這個區塊 一路走來 四雄師兄我常開玩笑說 四雄師兄是主外 我主內 他就是外面去錄影照相 那我在店裡面就拿他的素材來剪輯 剛開始培訓完 在做磁劑的時候 我們對人我是非的那種 是非感會分得比較強烈清楚 在做的構造中 一直覺得說 我這樣是對的 怎麼有一些試用師姐 他這種做法應該是不合乎 磁劑這個團體的默契 慢慢的就太有替幫嘛 自己情緒會比較低上一點 有一段上人開始他就提到 做事情太執著 收別人不對的人 是你上了這個團隊的和氣 所以收別人不對的人 才是應該要檢討的 那時候就當頭給我棒喝 把我們的想法做一個修正 包括後來的人文真善美 那你對白蟻對小白蟻 漫畫區這幾年的多季作業的行程 一路都是在摸索 只要每一個人站隊的角色 這個團隊的行動力 就會非常的圓滿 中文的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